大家是否以為法國菜很難煮 有很多步驟 又要很多牛油 是要很多牛油 就是真的 但步驟可以簡而清 而在家餐廳煮到的東西 你都可以煮到的 今天我想煮這個 Lemon Soul龍尼 Soul Meunier 是一個最傳統 是Brashery可以吃腦的菜式 一角圓條的龍尼 這裡剪一剪 接著剪一剪 撕走皮 斬走頭 接著內臟在這裡洗一洗 很容易 最傳統的配菜 就是白煞薯仔 因為傳統來說 它有一種做法 叫做 Turned Potatoes 這樣一刀一刀 弄一些角 這樣就可以了 那什麼叫Munier style 其實是上粉 接著用牛油去煎 就是這樣的意思 做完之後 我們先放在一邊 讓它毛皮的表面 就上了 上得好一點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牛油 因為牛油煮的 才算是叫做Munier style 才叫做Munier style 為何先放油 因為油會保護牛油 不會燙 不會燙 條魚 大家先燙一下 毛皮的表面 先拿去煎 好了 去到反轉條魚 這樣翻就可以了 這樣翻就可以了 OK OK 好 冰糖 冰糖 葱 煎香 乾蔥 放進去 那個味道 我的天啊 回到法國了 鹽 Capers 先放酸豆 紅汁 關火 番茄和檸皮 拿著這個醬汁 就可以搓上去 薯仔 我們想去到九成熟 十成熟 其實你摸它它會散 我們不想要這樣 我們想撈它出來 沿著一隻薯仔 怎樣知道 是真的要用大刀 插一插它 揉一揉它 看看它動不動 散不散 那你就拍感覺去看 好 So many years ave it from nature 傳統上 這條魚是連骨 圓條直接上桌 到吃的時候 才會去骨 將完整魚柳 再淋上牛油汁 才開始吃 現在 法國不少舊派 或者高級餐廳 都保持這個烹調手法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然後再一次 兩下子